听我们的那首歌 翻开我的歌谣联络簿 那是外婆煮着掌 将我手轻轻弯 踩着薄膜走向迂回 暖暖的澎湖湾 已经传唱了近三十年的 《外婆的澎湖湾》 不但成为澎湖观光的代言歌曲 也是歌手潘安邦的代表作品 连对岸大陆的民众呢 也会唱这首歌 跨越世代与地区的魅力 由此可见 今天我的歌谣联络簿单元里 要为您介绍几首 除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外 在华语歌坛中 也算得上是 思乡作品的经典代表 像阳光沙滩海浪先人章 还有一位老船长 《一样的月光》是1983年 苏瑞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同时也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 这首歌是当年国语乐坛当中 较少见的摇滚曲风 再搭配上吴念珍的歌词 有别于一般流行音乐的情情爱爱 《一样的月光》传递出当时的名声极苦 反而得到乐迷的共鸣 也让《搭错车》这部电影 一口气获得了最佳电影音乐 以及最佳电影歌曲《两项金马奖》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海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一样的笑容 陆岗小镇是罗大佑 1982年首张专辑 知乎折野的开场作品 这首歌描写一个年轻人 离乡背景到大都市打拼 心里却常想念着 故乡的爹娘 心仪的女孩 最后更唱出都市化 对乡村形象造成破坏的感慨 尤其副歌歌词 台北不是我的家 悲愤的唱腔 唱出许多异乡有子的心情 获得广大悦迷的共鸣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路干的街道路干的鱼村 八重苗里烧香热门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路干的清晨 路干的黄昏 还会遇着万民里的人吗 One Night in 北京 是陈生两千年的时候推出的作品 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陈生说当时到北京去做电影配乐 但是他跟编曲人李正凡 却是一点灵感也没有 就在回台湾的前一天 陈生懊恼地用台语说出 One Night in 北京 由于台语发音很像英文的 One Night in 北京 这首歌曲呢 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One Night in 北京 在两千年的时候 信乐团曾经重新翻唱而走红 不过由于歌词内呢 曾经提到腐秀的铁衣 血气斑斑的字眼 因此陈生说 One Night in 北京 其实也是一首反战歌曲 One Night in 北京 你可别喝太多酒 不管你爱与无爱 都是历史的尘埃 1995年金梦王李炳辉 所演唱的《流浪到淡水》 一退出就红遍全台湾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 只是广告歌曲 1994年的时候 侯孝贤导演 接拍了一支啤酒广告 并且邀请陈明章写歌 当时陈明章只写下了前面几句 有缘无缘 大家来作会 小酒喝一杯 好大啦 好大啦 之后为了金门王李炳辉的专辑 陈明章只花了三十分钟 就完成了大家现在所熟悉的 完整版《流浪到淡水》 这首歌不但让陈明章 获得了第九届金曲奖 流行音乐作品类的 最佳作曲人奖 更是现代台湾人 喝酒伴纲钱的时候 必唱的歌曲 有缘无缘 帮你来唱歌 小酒喝一杯 好大啦 好大啦 有缘无缘 帮你来唱歌 小酒喝一杯 好大啦 好大啦 有缘无缘 更多怀念精彩作品 请锁定华氏 每周六晚上八点 我们的那首歌 歌唱 阿嬷